大家好,大家看到国内一个宣传的焦点, 幅射到来香港,是什麽呢? 就是王毅逆马声动, 跟着去了中东六国访问, 跟着亚洲一些国家,包括南韩等等, 外长就去北京访问了, 所以整个格局,现在那些建制的传媒 不断讲,现在好点, 中国现在的外交战略又孤立了美国, 跟着美欧的联盟又是鬆鬆动动的, 不是那麽紧的, 所以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成绩或者胜利, 老实讲,我又不完全否定他们的讲法, 不过我经常讲大家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得比较细, 不要单单浮光略映的表面, 我今天就王毅的中东六国之行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中国现在的对外政策究竟是什麽的状态, 我经常讲这是一个高投入、高成本、高浪费, 是否低效益呢?我不知道, 因为效益还有一段时间才出来, 但那三高一定是的了。 好了,首先我刚才讲过, 我不会否定他们所宣传裡面的一些成绩, 譬如好像王毅今次去访问那六个国家裡面, 有五个国家, 那个贸易是中国赢美国的, 大家看它的数字已经可以看到了, 包括沙特阿拉伯, 沙特以前是美国的主要的石油买家, 跟着大陆一段时间之后追过了, 现在大陆跟沙特的贸易是远远赢了美国的, 那不要讲伊朗, 因为美国是制裁伊朗, 所以它不会有什麽真正的贸易,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中国五个国家裡面, 都是中国赢美国贸易的,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 就是中国跟这五个或者这六个中东国家的贸易裡面, 原来有些是中国逆差的, 即是中国跟美国做生意, 大断赚人钱两千多亿三千多亿美金, 但是跟这些国家, 中国是贸易逆差别人赚中国钱的, 所以中国就说这些是中国的理论来的, 你说怪论也好怎样也好, 中国赚人钱就是中国胜利, 中国在贸易逆差上别人赚中国钱, 中国就视为策略, 甚麽都是他讲的。 这是优势。 再看看, 今次访问的六个国家裡面是沙特和伊朗最强的, 尤其伊朗被美国当时乔治布殊做总统的时候, 列为三大邪恶核心国, 包括伊朗、伊拉克和北韩, 现在大家都看到大陆和北韩很拦一架, 关係兄弟家同志越来越牢固。 过去中国对伊拉克和伊朗, 基本上那个关係不是那麽密切, 现在摆明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 即是伊拉克被美国打垮, 撒塔姆被杀了之后, 中国仍然和伊拉克含梅疾走, 不过公开关係不是提升的, 更加和伊朗就是因为孟晚舟事件, 大家都记得孟晚舟事件现在还在加拿大审, 而孟晚舟或华为被美国去处理或者去整它, 就是因为美国认为华为是破坏了美国对伊朗的禁制, 于是跟伊朗做生意等等, 现在美国制裁华为, 所以过去一直以来都不浮面, 今次北京说我赢了, 因为我不怕你美国, 于是我突破了这两个封锁, 你说三大邪恶俗心国我完全公开跟他们接触, 甚至上更老友,是吧? 所以国内即大陆不断又形容, 这个人是我的胜利, 我经常跟很多朋友提醒一句, 你以为中东只有这六个国家吗? 中东还有其他强国,你看以色列, 以色列其实是中东的经济、实力等等, 很多时候强于你现在访问那六个国家, 所以我先将大陆自己炫耀的角度先讲出来, 大陆还有一个角度很有趣的, 他说你看看现在是中国先搞定非洲, 老实说非洲因为弱, 还有非洲很多国家大陆已经经营了很多年, 所以他说你看看我现在那裡已经搞定了, 跟着南美即是美国的南部, 基本上大陆又说我搞定了, 所以现在我开展中东关係,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跟中东的关係, 近几年来是不断上升的, 是慢慢,即是美国的地盘, 是慢慢慢慢是沁向大陆, 好似亚洲东盟好似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形势中共宣传这一点, 我又不完全否定,是吧? 好了,所以他说这个不断宣传, 他说为何我们现在赢呢? 或者我们现在国势起呢? 它有三点,第一点是因为你美国树敌太多, 你中共除了去搞定一些盟友给钱支持, 其他那些不听话那些就打, 但因为你树敌太多, 所以现在中国慢慢慢慢挖起, 中国没有太多地人, 第二个是全球的经济, 以至疫情其实是大兜乱大洗牌, 这个是北京讲自己赢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我们正常人我真的想不到, 我想极我都想不到这个理由是否成立的, 怎麽讲呢?第三个理由是大陆说, 你看现在全世界200宗的国家, 真正所谓属于民主国家有选举, 或者西式民主, 全世界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是这样的, 三分之二的国家是非民主国家, 它当然不会用非民主国家这个字眼, 它只说, 总之西方民主只有三分之一, 它又不讲这些是强国, 三分之二是非民主国家, 你说中国交朋友是否比美国容易呢? 我真是拗了这些理由, 我真是不知怎麽理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回真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大陆它一带一路, 其实现在这些国家全部跟北京 签好一带一路的备忘录, 或者發展等等那些东西, 所以从这些角度, 北京宣传这次中东之后石果类类等等, 这些我都不否定, 不过我刚才已经点出一些核心的地方了。 好了, 我跟随要跟大家讲讲, 怎样透过它这些宣传来看到实质, 这些才去观察中国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角度。 好了,首先第一点,大家有没有發觉呢? 我刚才提出, 这六个中东的国家裡面, 不是中东国家的全部。 你看看以色列, 以色列一直都是亲美的。 好了,即使现在大陆跟伊朗是有好了, 又签这样签那样, 但是大家有没有發觉, 王毅去到伊朗访问的时候, 都有数以千人围住在中国大使馆门口, 去抗议王毅到访的。 因为伊朗本身也有不少人是亲美的。 这个在中共的宣传裡面肯定是不会讲的。 是吧? 所以这一个就是大家真的要多信息渠道, 才可以看到的真相。 好了,第二点我跟大家分析的就是, 即使中国在这六个国家裡面, 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你猜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是强国, 在中东的影响力比大陆更小, 最低限于现阶段, 我不要讲以后发展了。 大家可以看到中共和刚才讲的那六个国家的贸易, 基本上是贸易,经济活动是限于或者主要是买卖的, 你给钱别人,别人肯买,肯买东西给你。 所以沙特阿拉伯以前第一大的石油买家是美国, 中国当时已经不断去到百分之十七, 成为第二大买家,美国百分之二十几。 跟着现在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沙特阿拉伯的第一个贸易伙伴, 但是我经常讲现在所讲的全部是买卖的贸易关係, 不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投资, 以至是拥有权的关係。 大家看经济,不要单单看贸易数字多高, 就以为是最重要的。 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不同国家裡面的投资, 即是我扔了钱,我是拥有权的, 甚至上你未来一段时间, 那个产权、产量的拥有权都是我的。 中国在这方面,好似在非洲那样做, 但是你在中东地区刚刚起步没多久, 不是吧?你在非洲你可以耳闻耳武, 但是在中东地区不是吧? 大家有没有發觉当时美国为何要去打伊拉克 第一次的中东战争呢? 就是因为美国發觉伊拉克原来很多石油开发权, 或者经营权批了给俄罗斯的石油公司, 其中第二大的,就是那个拥有权, 第二大的是什麽呢?是法国,不是美国。 所以美国就说你这样一来壮大俄罗斯, 二来就会令到那个石油的资源或者价格, 是随时可能动荡,是吧? 影响美国在沙达阿拉伯那个石油投资的安全, 那个价格,其实是这样看的。 所以后来美国才借着伊拉克侵战科威特石油, 所以这样打起来最终要消灭沙达, 没有政权,完全是政治挂税,是吧? 所以你听我这样讲, 你就知道原来美国和俄罗斯 是更早插旗蜡烛在中东, 而且他们是拥有权利的。 这个即使你说美国后来打败, 即是杀了萨特姆了, 于是批了给俄罗斯那些合约, 你可以讲作废的,是吧? 但是问题是俄罗斯又不是一个弱国, 你敢不敢杀了萨特姆之后, 你就推翻萨特姆那段时候跟俄罗斯签的东西呢? 这个是讲实力的。 所以这一点中国如果要再发展到 在中东的关係好像美俄那麽牢固, 不是不行,不过眼前不行, 这是现实来的,所以这些他们是不讲的, 所以这一点又要点出来。 好了,第三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今次是不是不断敲锣打鼓, 就是中国跟伊朗是签了25年的全面 合作计划,是吧?大家听着,非常好的, 还有我完全没有引用错误的, 是全面的合作计划, 拍烂手掌啦。 不过如果大家多些留意一下, 国际外交新闻裡面的一些实质, 或者用词用语,大家就明白究竟是什麽一回事了。 首先大家看,它这个叫计划, 计划是连规划这个字, 大陆慣上都用规划这个字了, 现在只是用计划,更加不是备忘录。 你说它裡面涉及的是未来25年, 4千亿美金的投资, 平均分摊起来一年都不是很多,是吧? 不过宣传起来讲4千亿美金就很厉害了。 跟着计划这件事在外交的经济活动裡面来讲, 只能够代表一个愿望, 真的, 如果不是它可以用这个协定, 肯定不是协定, 早前中国和欧洲欧盟的就是用投资协定, 一个是投资,我的钱扔下来的, 我不是单单买卖的, 第二是协定, 但今次完全不是,是讲合作计划, 你看看是被忘录的层次比协定的层次更低, 这些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你有没有發觉今次这个计划, 哪些人来签的? 是由部长级的人来签的, 不是由国家元首级的人来签的,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更加不是经贸主管的领导人去签, 连那一层都不是, 大家看看究竟这一个协议, 你除了敲锣打鼓做宣传之外, 实质的效果还要看以后实不实现得到, 这是第三点, 好了,第四点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现在中国与这些国家, 尤其是伊朗的合作, 再扩复一些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合作, 但是这一个稳不稳较的呢? 从历史裡面去看, 即刻可以数回这些国家, 过去跟美国都不知几朋友, 包括伊朗,是吧? 如果后来大家不是出现厉害冲突, 美国不是制裁伊朗的时候, 根本伊朗它也不会敲门周围找朋友, 中国你找到上门就更好了,是吧? 所以你看一下, 在伊朗裡面仍然有不少人是亲美的, 再加上我再阔一点, 美国以前在中东地区, 你估单单扶持过伊朗的前领导人吗? 你看伊拉克, 伊拉克、萨达姆起家的时候, 谁支持他? 就是美国,是吧? 美国找他, 然后伊拉克做政变, 推翻了以前反美的人, 跟着萨达姆就上了, 到了最后萨达姆因为自己的利益, 同样美国反面, 于是美国就说我要你下台, 于是打伊拉克, 国际上的东西完全厉害而已, 今天中国看见这些地方以利友, 但是你保不保得住何时会反面呢? 又举一个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了的人, 拉登,拉登阿富汗, 最早期谁扶着他上来的? 那时候还未有塔利班, 就是美国扶持拉登, 拉德还在美国读书, 这个情况到最后美国扶持的人, 就是反美,反得很厉害, 结果美国到最后又出手, 所以现在中国对他们这些中东的国家, 那个关係老实讲真的要打醒十二个精神, 是不是? 好了,第四点, 第五点还要大家真的拨开云霧去看, 就是怎样呢? 中国的宣传就是, 你看看美国现在借新疆问题, 借新疆棉,新疆的再教育营等等攻击中国, 所以你看看王毅出访这些中亚地区, 这些国家从来不跟中国谈新疆问题的, 那是的,新闻公布也好, 我们再看外电, 这些国家跟王毅谈完之后, 基本上新疆问题, 它不会好像美国、英国那样, 是去批评新疆问题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北京觉得成功的地方了, 不过外交语言大家要懂得解读, 某些国家不讲某个问题, 并不等于它们认同当时国的一些做法, 以致政策, 它只不过是说, 你来我和你谈贸易, 你来又是讲贸易, 我就跟你谈贸易, 我不跟你谈到你那个国家裡面的内政问题, 并不等于我赞成你这些地区, 你这些国家裡面的政策。 大家看到在这个情况之下计数, 1加1不是等于2, 1加1可以等于4减2,是不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见这些国家不讲新疆问题, 但其实这些国家在平时一般的情况之下, 批评新疆的政策, 即是大陆在共产党新疆的政策, 其实是批评得很紧要的, 你看那些国家平时是有因为伊斯兰的宗教问题, 批评大陆在新疆裡面压制伊斯兰教的行动, 新疆曾经试过有一次一夜之间, 关了700间经文学校, 这些经文学校等于西方教会, 他自己搞的一些教会学校, 不过新疆那些经文学校是讲伊斯兰的教议, 他读可难经等等, 本来过去一直都容许的, 怎知后来发生七五事件等等, 即刻就禁了, 他认为你这些经文学校, 离经半渡这个经是指共产党的教议, 共产党的教导, 所以你这样一咳, 当时多少这些中东国家反对, 到后来再教育营出现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宣传战, 再教育营的出现, 首先你就是说教育营的含义是怎样, 中国官方传播这些不是思想控制, 这些是帮他们寻求生活上技能, 所以教他这样教他那样, 你进去的情况怎样呢, 你便密不通风, 无论是怎样, 你都给人一个逢你的机会, 外国包括这些中东国家, 其实是认同你将一部份维吾尔族的人 困在裡面的时候, 其实是进行一些思想控制, 以至压迫, 因为有一部份人是走出去的, 你说这些不是很多, 这些都是背叛分子等等, 但问题在国际舆论上, 你又没有你足够的公信力, 所以即使你现在人家讲的不是全面, 但是你已经是变成整个政策, 你对新疆的政策, 再加上张春燕在新疆做区委书记, 他自己都提出过游姓治疆, 谁知他一讲游姓治疆没多久, 当时北京即刻派了五千防暴队, 精兵来, 再去到张春燕你可以游姓治疆, 当时派去的那个是周永康, 即是他下额,派人去, 他就说发生这样的事件你不要单单讲游姓, 我都要讲专政的, 这些事件后来全部出来了, 因为周永康后来出事被打倒之后, 当时要讲他的罪状的时候, 这些便被爆出来, 后来五千精兵还扩大到一万, 这些都是国内的资料,是吧? 大家就会發觉你究竟治新疆, 不论你是因为新疆有暴乱, 即使是真的, 除了七五事件那麽大规模之外, 其他即使零星有的,都是伤害民众的, 你去控制治安, 即使是这样, 但大家有没有發觉, 中共自己除了承认七五事件之外, 其他新疆即使有他们眼中的骚乱暴乱等等, 它自己有没有讲?没有。 我们后来问过,采访过, 为什麽外面不知道? 它说其实有的, 不过你外面不知道。 大家问它为什麽外面不知道? 答案又很离奇, 答案就是如果将这些事公开出来, 会否间接鼓励人去做同样的事? 它是这样思维的。 跟着你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间接承认了治安不好? 有鼓励作用甚至上是反过头, 觉得你无论油性治疆也好, 硬性治疆也好, 总之就不稳定。 它是从一个这样的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来辐射到今时今日, 所以影响着它的政策不透明就是这样的意思。 它经常说你在外面不理解我, 我经常说你现在这种做法, 其实是自己的鱼鸟政策, 你自己不改,谁能帮你呢? 所以刚才讲到新疆的宗教政策, 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很多都是伊斯兰教的, 而这些是跟中东地区的信仰, 宗教信仰其实很相似, 这个如果大家看下去是宗教的元素, 原因是多过政治, 只不过是北京又将这些扭起来, 就成为了政治掩盖了宗教, 所以这个又是第五个。 好了,还有,慢慢慢慢看看, 就是还有一个的,好了, 现在你在这些国家裡面, 就是中国表面上赢了, 但是我经常讲, 往往很多时候, 你就看这些国家的实力, 中国也都看到, 好了,即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 中国都想办法交朋友, 譬如以色列就是了。 以色列大家知道, 就是跟美国包括高科技合作都不错的, 而美国有很多的高科技, 是要将它拆细, 然后分出去其他国家一起研究, 不过是研究某一个部份而已, 不是全部的, 然后其他国家研究员, 美国用了别人的科研力量, 拿到成果之后, 就会拿回美国,买回美国, 然后美国习大成成为了它的高科技强势, 所以美国与以色列都有这方面合作, 详细我不讲,讲一个例子而已, 无人侦察机, 这个不是一般玩的无人机, 是有战斗力的来讲, 即是以色列在这方面强, 中国看见美国针对中国这方面的科技, 是禁制的, 美国那时候乔治布殊的年代, 哇,那个侦察机飞到海南附近, 都不用买你, 它已经在直径100海里里面的电讯电波, 它已经可以慢慢收集, 然后再回去解码, 中国说我也想, 但是美国不卖, 这个来讲,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国际斗争的层次, 结果中国说我向以色列买, 希望叫到这个关係, 价钱怎样我不知道, 总之以色列放出来那篇消息, 哇,很肥, 于是静静地卖给中国, 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出卖美国利益, 据讲订金什麽都给了, 但是到最后美国发现, 马上就看着不准卖, 以色列说我订金都收了, 跟着美国说你赔订, 你都不能赔, 赔双赔的,双赔都要赔, 你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动你, 跟着赔钱谁赔呢? 不是美国代人赔, 是以色列自己要赔, 所以这就是国际上另外一种盲, 结果到最后中国无办法拿到这些技术, 当然中国又有其他地方拿到的, 或者自己再提升研究等等, 这裡已经可以看到, 原来中东的地方, 中国是要取代美或俄, 包括俄罗斯, 你以为俄罗斯真是会帮中国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吗? 不会的, 俄罗斯觉得这个地方美国要应付, 俄罗斯亦都有利益, 它怎会将这个利益分出去呢? 跟着我又要讲, 你去这些中东国家裡面的合作, 如果你自己不是清醒的话, 有时反过来,弊病将会在未来体见, 对中国不利, 为什麽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今次王毅和伊朗那边, 签那个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裡面, 它特意讲出来的, 有两样东西,除了买卖、贸易, 有两样东西是涉及到的, 第一,北斗卫星的导航, 第二,导弹, 特意讲了新闻也见的, 为什麽会讲这两样东西呢? 第一,北斗卫星表面上是导航、GPS等等, 其实你随时可以变成间谍用的, 即是军事用的,是吧? 尤其是早前北斗这个卫星系统全面落实了, 大陆方面曾经宣传过, 它这个系统比美国GPS那些更准确的, 因为美国它说相差20公尺, 即是你拍下来显示出来相差20公尺, 有些人就说不是,其实是特意的, 你显示得太准确来讲, 你就会让人知道你的技术水平去到哪, 这些我十人牙,我引述别人的语言, 即是说你现在帮伊朗去搞这些GPS、导航系统, 别人一下,其实变成军事用途, 你控制不了别人。 好了,你讲导弹,我马上举另外两个例子, 中国当时是否又协助过北韩和巴基斯坦, 搞什麽呢?我们是民用技术向外输出而已, 民用而已,不涉及到核的军事用途, 于是到最后便照做, 到最后北韩拥有民用技术之后, 是否,或者不知哪方面, 它一下子变成军事用途, 接着它拿着这个技术直接与美国讲数,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 金正恩是直接要与特朗普谈, 我有核技术,有核子,战争技术, 结果中国被人飞起, 结果后来北韩又与美国谈不适合, 北韩才促起来而已, 到最后你想想,如果中国所谓民用技术, 核子、导弹帮人时, 人家随时可以飞起你, 好了,巴基斯坦与中国够友好, 到今时今日,巴基斯坦亲中国多过亲美国, 不过千万不要以句号来看问头, 我经常讲, 所以当时中国说我这些关係很牢固, 于是协助巴基斯坦, 又是和平使用核能,核电之类之类, 结果巴基斯坦后来掌握了之后, 他跟着对全世界讲, 巴基斯坦是第一个伊斯兰国家拥有核武器的, 谁帮他?中国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巴基斯坦当然不会讲了, 历史上只能够等证据证明, 巴基斯坦为何会拥有公开的和平使用核能, 之后会自己成为核子武器拥有者, 无论量是多少, 所以这些就是要中国自己想, 你不要以为这样人家永远听你话, 到很可能是作茧字绑, 中国自己本身是受累的, 所以数下数下,五、六个自己不会宣传, 也不会碰的问题,我就要点出来, 我不是抹黑,我只不过是说, 去到这些时候,大家要清醒, 既看到中国在外交战略上是有提升, 但也不要因为这样觉得, 所有事我都可以控制一切镇压, 连自己人都压,这个是最不要的, 我常说我最反对是借外打来, 尤其是你将内部的斗争延续到今时今日,